由李鑫杰和艺人好友们 所创立的小黄花基金 拍摄的四部纪录片 28号举办首映会 现场有许多艺人都到场立庭 包括阮金天 吴康仁 光良 夏宇桥等人 而李鑫杰在接受访问时 还大方的透露拍片成本 让主持人一秒惊慌 我四部纪录片最高了530万台并 整个片子 所以一部 其实我也没有讲得清楚啊 不好意思 我一次修 我们就用了超长成本 大家不会这么清楚告诉我 不好意思 而且如果我拍的话 我是不会拿酬劳的 我们就会赚很多钱 530万的 不好意思啊 我连这个都讲了 这么坦白实在太可爱了 而被问到最近 大家最关注的新闻 沸沸枉死的事件 李鑫杰表示 我是不太了解 这个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好像也是一个罗生门吧 所以但是对我来说 我觉得学习爱不只是 爱我们身边的人 还有最重要的是 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生命 我觉得如果我们心中 都有一份爱 就会有更多的包容 让我们这个世界可以 更美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